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0月20日 已經是星期五 昨天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就是 蕭若元先生的公子 蕭定一在香港被林紅柚 人沒事 不行中的大行 為甚麼會被林紅柚呢 報紙是這麼說的 他欠人7億 追債 特意等他接兒子去國際學校上學的時候 還是放學 然後就動手 網友還說紛紛 說欠人7億 還有錢去國際學校讀書 還有七人車 還有司機 因為你們也不明白 任何人 他欠人錢而已 不代表他不可以有錢 也不代表他 可以沒有司機 司機 不是他自己的 即使他是申請破產 但是他仍然可以用公司的名義 幫他安排司機 住豪宅 安排接送 這是沒有問題的 張鎮遠也是這樣 張鎮遠當年破產 他仍然是住在20萬月租的一間淺水灣的住宅 當然那裏也很舊了 實際上是20萬月租的 他仍然有一架私家車載他出入 是名車 仍然有司機 生活跟普通人是沒有分別的 應該說跟有錢人是沒有分別的 但是他是欠債欠人很多錢 這個就是香港的 有錢人破產的方式 不過 昨天在悲劇 發生了之後 我們收到在香港 一位 金融界的朋友 爆料 他說 要為蕭生父子名冤 為什麼說名冤呢 他說蕭生父子 其實他們是很冤枉的 他們 根本就不是欠人家錢 他們不是去動人家的 反過來 他們是被人動了 我 當然了 我也不會完全信世說話 我也是旁敲側擊 他怎麼被人動呀 他們很厲害 誰都知道 蕭生口中 蕭定一是一個天才 這位 另外還有一個炒股專家 他口中蕭定一是他師父 是他炒股 見過的人之中最厲害的 一個很了不起的人物 他們怎麼會被人騙呢 我覺得他們在抹黑蕭生 蕭生沒有被人騙到的 這些錢 是他真金白銀的 當然 對方 提出了一些反駁的證據 他說如果老蕭真的捲走了人家7億 現在要不要每天都賣東西 由早到晚 每天都叫你張希臣 說到牙氣都出 只看這件事也知道他很等待錢勢啦 這件事 這件事也有點不同意的 大家都明白蕭生是 甚麼出身 蕭生是在無線電視 做新聞報導員的 當時他跟誰齊名呢 劉家傑 後來過了麗的 他以戲劇創作文明 做戲一定很厲害 沒有差不多的演技 怎麼做蕭生呢 捲走了人家7億 他可不可以扮窮呢 可以不可以 一方面就告訴你 我很等錢勢 另一方面就銀腳拿著一筆錢 是不是這樣呢 這個我也不肯定 但是 我對於他抹黑蕭生 說蕭生 是被人動這個說法 我很大保留 以蕭生的聰明才智 以 剛才所說的炒股專家周遣 以周遣 口中形容的那位蕭定一 是一位天才 炒股天才 是做生意的奇才 他們沒有可能 是會被人騙到的 所以 我是持這個否定的態度 跟他爭辯 爆料人就這麼說 當時 他們看準這個中國市場 尤其是愛奇藝 發達了 可以跟愛奇藝合作 那些生意 真是哪裏洗優呢 可以做娛樂大亨 我們可以發大一些生意來搞 誰知道 他們實際上就說上了你的當 蕭定一 胡哩胡桃就做了人頭 即是俗稱的keeper 整間公司就背起了 表面上你是老闆 實際上 你就簽下所有的欠單 欠人家的債 所有的文件 你簽的 你是主持人 公司破產 當然是告你啦 你做擔保人 因為 他有幾筆貸款 蕭定一就做擔保人 既然你做擔保人 當然要上身了 結果裏面那筆錢 據說 上市公司裏面的10億就沒有了 錢沒有了 當然是由你了 所以蕭定一最後 被告7億 可能有折頭 我不知道他私人是7億 還是可能他 但是我又有些 不明白了 蕭定一當時 還以一個超高價買了西半山的豪宅 大約2億多 當然 如果錢是自己的話 肯定不會賣 那個地方根本就不值這個價錢 純粹是騙大陸佬的 那麼他又買了2億多 買了一個新樓 西半山的新樓 那些新樓告訴你 虧一半了 最少是虧一半 這個也不要緊啦 反正是錢側回來的 冤枉來就瘟疫虛 但是 你想一下 他當時也可以拿2億多出來買 他是不是真的 被人家動呢 這個我就有些保留了 那麼他 說到這個點子的時候 他就 無言以對 這些東西 都是騙人的 或者是演戲的 這個也不太像 這個也不太像 實情 當時我估計錢 的確有過他手的 並不是完全沒有的 不過實際上 他負責了 他負責了別人的那份 會不會是這樣呢 我跟他討論 當時我跟他討論 會不會是這樣呢 因為 你也知道 上市公司的錢 你要用很多方法才可以把他轉走 你不是一個簽名字就是把他轉走了 簽很多文件 你每天都是 秘書帶來 smile 這都是特文件 你要簽 這些也是不會問的 要簽 很厲害的 明天秘書又對特文件來簽簽 原來那裏全部都是欠單來的 全部都要說 你現在欠我多少億 限你多少日之前就要還清 要不然你每天要來幫我做五次腳底按摩 每天就聚在推油 不然就要給你認識了 是不是這樣呢 當然這些內容我們不知道 欠人的內容 欠多少錢 怎麼借款 怎麼還款 我們全部都不知道 我們根據這個有限的資訊 計算 以及根據蕭生的往績 一個這麼精明的商人 他們 實際上我們也接觸過 在洗錢方面 他們也挺守緊的 守緊的程度 大家如果有看過以前的電影 那些粵語片 彩色的粵語片 就會有些角色叫石狗公 我們接觸的先生 這個蕭生 其實也很接近 沒有到 限你用半格辭職 絕對沒有到這個程度 但是 每一筆錢 他們也想過獨過才花的 很精明 很精打細算 絕對 你說他被人動了10億 或者被人 搬了上台 借錢 做了這個 keeper 這個我又真的 不是很相信 當然啦 這些東西 只是根據我的判斷 以及爆料人的提供 我也不肯定 我未到百分百肯定 蕭生是 真的被人動了 做了看死鬼 還是 他是假裝的 付錢在他手上 現在是硬的 不過 為了避免讓別人知道他有錢 所以要扮貧 每天都叫別人進Patreon 每天都要賣東西 從早到晚 這個 這個 我也沒有辦法判斷 畢竟 你也知道啦 人老聰 鬼老聰 他作為 那麼好演技 金牌編劇 幫自己寫回 劇本 每天跟劇本去演 不難啦 這件事 我也沒有辦法判斷 各位網友 你們怎麼看呢 因為我本身 大家都知道 跟他有一點交往 也都接觸過 實際上 我覺得他很聰明 很精明 所以 被人騙這方面 我是 不是很相信 大家又怎麼看 你們又相不相信呢 我們看回很多時候 為甚麼人要扮貧 就是怕被人借錢 就是怕被人問他借錢 就好像人們中了六合彩之後 他照上班 照相 是去 大飯 不買飯盒 飯盒鬼嘛 照大飯上班 人們看不出他有錢 然後呢 生活上沒有甚麼改變 也是準時上班 也是逼巴士上班 沒有人知道他發達 所以中了六合彩 可以收到 有些人中了六合彩到處去揚 說我又中了六合彩了 當然不是說有啦 周圍演戲去懸吐 有些人是很內斂的 他 發了達 不想被人知道 所以 就會隱藏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判斷 這節是爆料環節 當然 我也對爆料人 不是百分百是相信的 大家觀眾 各位聽眾 你們自行判斷好嗎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記得聽的時候 進來的時候 幫忙先按讚 謝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住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明明 我們不可會 為何? 是 還沒有 會 說 這個